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們USG第一屆台灣 第一屆全國大專盃電競聯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Soubert 尋到我們旁邊 請來的是我們 今天是新海之八二項目 我們當然要請來我們專業賽評 是我們的Joeman Soubert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Joeman 對 我們幾乎沒有 雖然我們都是賽評 但是我們幾乎沒有一起播過 好 沒有沒有 在聯盟的話是沒有 對 在聯盟的話是沒有 這機會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對 那我剛剛要講一介紹他很忘了 你是新海拉姆斯 新海拉姆斯 對 是專門吸收我們PTT炮火的 對 不要再攻擊壽命啊 都罵我就好了 對 當我覺得遍體淋傷的同時 瞬間我的血量增加這麼多 我就一個閃現出來 對 沒有一個大 就直接出現在我身上 對 對 瞬間將人嘲諷過去 就是你的職責 新海神探就是我 對 新海神探就是你 真的是非常感動落淚啊 讓我先去旁邊 醒個鼻涕鞋 可以加心嗎 對 加我的心啦 加你的心啊 我的內心有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講 我們第一場比賽 是我們的遙明大學對上 是義守大學 對 一講到遙明大學 我覺得這個人講出來 不是鬧子玩的 聽說跟你有殘綿肥色的過去 沒有沒有 是朋友 是朋友 對 是朋友 揚明大學 揚明大學 對 我們要先講 現在看到揚明大學 這邊 那一定要跟各位介紹 揚明大學 第一位派出來的選手喔 不是鬧得完的 巴丘WYD 巴丘WYD 非常有名 對 非常沒有有名 大家一定對他的印象非常有名 他笑得非常開心的 想必這位 那位應該就是我們的巴丘WYD 對啊 那個 有 完全 我個人是很想出去跟他好好聊一聊 對 我們是 因為我們其實還蠻不錯的 再來是 這邊是義守大學 這邊我還要介紹 還有一位 這樣聽完兩位會不會 動會就生氣 就走 不會啦 不會啦 他就說待會再隆重重 重新介紹 揚明大學另外兩位 對 我們都還未來介紹 那我們這邊就先介紹 義守大學第一棒是 芳妮 神族選手芳妮 好 這兩隊的對決 其實我對這兩隊 因為義守大學這邊有一位 其實是RUSH隊員 對 是咪嚕RUSH 那我目前還不知道他是第幾棒 所以咪嚕RUSH 因為你業餘時代 是在RUSH戰隊嗎 對 所以是對咪嚕熟嗎 沒有很熟 他是新隊員 對 目前是 我印象中是鑽石棒 一開始我 因為運選賽 UESG運選賽的時候我轉 然後一開始看到咪嚕 就很開心 喔 是不是四個女隊員 回來後來發現 沒有 你這種 我剛說看到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咪嚕RUSH 完全沒有抱持任何有色的觀感 怎麼可能 完全沒有 你完全就抱持有色的觀感 就是咪嚕RUSH 就是咪嚕RUSH 多講了沒有兩個字是不是 對 好 現在我們現在一幕上看到 我們現在一開始打出了GG GG 左上方 方眼 神組 紅色紅色的神組 11點鐘方向 好 那對上的則是在 7點鐘方向的藍色人類選手 也是收費相當喜歡的 陽明大學的第一棒巴丘 巴丘 WID 藍色喔 藍色的人類 對 哇 這是一個斷杖之谷 上下點位啊 那因為是 我們今天是打三場 都Ball 1對不對 對 都Ball 1 贏兩場獲勝 那基本上這個點位我覺得 非常有可能看到一波 對 人類在這一個點位 因為左邊有一張小路的關係 對… 小路亂撞 小路亂撞 直接來進一個撞一下 對 就可以來撞一下 對 那這邊 雙方都放下了 自己的 增加人口所有鬼東西 沒有 一個補給站 一個水晶塔 最基本一定會蓋的 那就是這一邊做讀口的話 我在想 他當然是可以 防止對手的偵察啦 他當然是可以開礦 也可以打在裡面盤科技 看他會不會來早期的 再下第二個補給站 把他整個口堵死喔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到底先瓦斯還是第二個補給站的時候 都是初期可以留意的關鍵 基本上 人類如果14人口 沒有下瓦斯的話 那就很有可能是 無瓦斯的開放 下瓦斯了 果然啊 兩邊都放下了自己的瓦斯場 對 那就要來看一下喔 瓦斯的話呢 其實開放就非常非常多啦 我們鬆兵營 什麼八槍三火 對 八槍三火 套餐流什麼的 對 女妖什麼東西 都有可能發生 我們可以接下來留意一下 工兵到了 這邊還是稍微尋一下 那 那芳妮這個單傳送 也可以轉開放 當然還是可以轉科技啦 對 我在想芳妮現在還沒有 出去做偵查 待會 看他偵查一下之後 會做什麼樣的反應 對 這麼晚 我做一個偵查 其實一般來講 就幾乎等於 等於就看不到東西 因為機箱冰出來 甩得好的話 基本上也是不用看東西 而且更換人還可以讀口 讀口 這口應該是整個讀起來了 可以看到左上角這邊是 對 果然整個讀起來了 那 芳妮這一邊 只能稍微自己做一個揣測喔 猜一下說 人類到底是無瓦斯開空 還是要打一波 這叫意識流 對 意識流 我們先打意識 我不用知道你在幹嘛 對 所有的戰術 都在我腦中演練一次之後 我獲得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戰術 我勝率高達85% 85% 我幫他講的 你幫他講的 對 是他啦 不是我 我想說 猜中的就是意識流 如果沒猜中就是 意怎麼流這樣 對 被一波流這樣 對 好吧 就這邊掛科技實驗室 但是家裡面 這邊是不是要出我們的這個 掠奪者或是死神呢 其實這一個點會出死神也滿 還OK 有時候會選擇死神 但其實出掠奪者也是有 也是有 但是如果我們選擇出掠奪者的話 其實一般來說 你單邊出掠奪者其實沒有什麼前途 竟然是速打針 而且繼續出機槍兵 四分鐘就出打針 然後同時間下二瓦 對 發到第二瓦 這樣一個戰術應該是比較先進的 比較先進就是 就是連我都比較少看到 這可能是在他們陽明自己 研發出來的這種戰術 然後放下了第二個瓦寶 這是一個騙人 對 騙你 對 騙騙你 你看到我要開礦 看到我要開礦 看到瓦 果然 把你自己真的開礦了 對 把你這邊看到 很放心 你想開礦 我就是這樣子認為 你開我也跟著開這樣 這完全是意識流的精髓 到這邊追劣跟著來 對 四分鐘體打針 基本上大概六分半 甚至不到六分半 這個打針就好了 對 這個操作相當不錯 那現在 這個機槍兵 進掉吧 對 躲進去 這個狂戰士表示 還在躲出來吧 狂戰士點掉 那因為他打針非常的快 所以基本上 待會第一波打針 剛好那一個時間點 如果發你的兵力不足的話 其實非常危險 對 會非常非常危險 而且重點是現在 我們看到這邊 放下了第二個兵營 所以等一下會有大量的機槍兵 甚至有可能會出掠奪者 對 那其實就是要來看一下 那選擇的是 掛的是 反應爐 二郎 星際崗 這邊是 對 開局這次打得比較飄逸 對 其實我個人也還滿好奇 這樣子一個戰術走向 真的是比較少見的一個戰術走向 因為我在想他速打針的話 原本以為他會把自己打針 優勢最佳的話 兵營補到至少三個或四個 對 那這樣子比你是兩個 對 而且因為他前置碉堡 就等於要騙人開放 對 他想騙 所以等於他的戰術是一波 對 等於他的戰術是一波 這邊方尼選擇了雙攀科技 VCVR都放了 他就算不一波的話 你至少也要把方尼的二框帶走 不然的話絕對就是虧的 對 就絕對是死 對 就幾乎GG了 對 那現在這邊的話放了 醫療艇 這邊還是可以空投 如果這張圖走醫療艇的話 還是可以空投 對 然後掛載了第二個反應爐 交換 這邊還是要打針生完 都這樣子了解了 然後還是升大量的陸戰隊 對 還是以大量陸戰隊為主 然後我們會出坦克 以後升坦克支架了 支架坦克 那機槍醫療艇的一波有 那這個追列上來聊一下 沒有運用 但是好像還是沒看到對方開礦 不過我覺得他這樣子 如果要等支架好才出門的話 就讓神主放進這邊 有一個喘息的時間 對 現在進去看 如果有發現沒開礦 所以有點 有沒有走進去 感覺有 我覺得應該會有感覺 因為照這個走位 有 應該是有看到的 照這個走位應該就是 故意要上去看你有沒有開 對 他有起疑心的油管 你看他放你的視角 這邊已經看到了半個礦區 什麼東西都沒看到 應該可以意識到對手 其實並沒有開礦 對 對手應該是打一波 那家裡面怎麼樣做一個 防守和有關 放下了邊淋 除了觀察者 還有閃追 神主這邊走的還是觀察者 搭配順移追列 在這一張圖 成型之後呢 還是可以利用地形 來回上下跳 這一定要趕快來一點 一定要可能 一般來講可能要選擇來一點不朽 或是你要攤上去 做你的抉擇 但是不朽在打坦克 這個確實是相當給力的 而且不朽也是被打坦力十足 對 那其實 但是遇到技巧兵是比較沒有用的 只是如果我們來針對坦克 其實是一個沒有用的一個兵種 那現在看一下 現在補兵 應該打算刷大量的基本兵要做防守 很想聊 三隻坦克 巴球這邊應該要出門了 已經9分了 對 重點是戰隊在自己也好 對 其實已經好一段時間 他如果再不出門的話 FUNNY這邊整個順移追列已經成型 甚至神主已經下野獵場 要開始提攻防了 對 大家就要來看一下 工兵這要出去繞一下 那這個追列 找路 哎呀 這個倒太沒看到 哎呀 糗了 繞路在上 哇 拉了大量的探測器 這個有發現嗎 應該有看到吧 有有有 應該是有留意到 那兵直接往回拉 哎呦 觀察者 觀察者 觀察者應該看到了 那 利用這一個奇葩點位我們旁邊 對 要跳 直接做一個跳台公司 而且前面可以放建築物擋住 哇 這個工兵量是哪的喔 這直接換加了喔 第一時間FUNNY如果有 哎呀 你把雷達不關掉就點掉了 這個還是有意識到 巴球有意識到這一個 小心喔 如果讓坦克架起來的話 FUNNY壓力還是蠻大的 開盾 哇 這個效應修的 打得快 修很快 因為拉非常多幾乎是全拉了 對 應該是拉了三分之二 喔 坦克被點掉一台 有有有 心情好 但是陸戰隊還是很多 對 而且重點是打這陸戰隊 這個衝下來做一個甩槍 力量體有三隻 這樣一個戰術 好 再次開盾 但是沒有立場 因為燒衛的數量不多 對 而且追獵這邊做一個操作 但是工兵有沒有 不朽來了 有不朽 但是追獵雖然越來越少 對 但是不朽 打純機槍其實 就比較不怎麼給力了 對 這邊不朽 追獵死的速度也蠻快的 這邊一定要拉 要拉要快喔 太晚拉沒有機會喔 對 工兵拉了出來 後面的坦克也一直在做輸出 哇 這個 哎呀 這個 還是感覺 擋得住嗎 因為不朽 不朽是還在 二礦他要不要棄掉了喔 先把二礦放掉 二礦棄手了 先把二礦放掉 家裡面基本上 工兵還是領先對方呢 因為 八球這邊拉了非常非常多的工兵 這邊工兵還是領先的喔 所以神族這個單礦守住的話 其實還是有機會 但是坦克再次架起來 欸 這裡找一個位置 好 順便頂著坦克 有機會守住 有 但是追獵送 追獵送掉了一點 危險啊 不過 沒機箱了 欸 守住了吧 追獵操作一下 追獵操作一下喔 對 追獵做最後一個操作 一條挺沒能量了 對啊 沒招了沒招了 坦克不朽不能死 不朽這個 好啊 電阻不朽出來 那可以反壓了 這波守住而且主堡沒掉啊 這基本上現在 手住就贏了啊 方妮這邊是情勢大好 我們看到人口差到了一倍 對 方妮這邊各種優勢啊 對 現在真的是 因為兩隻不朽輸出實在是 基本上 而且他前置水晶還在 隨時可以傳兵做一個前置 對 前置水晶還在 對 前置水晶還在 這張圖的神主很喜歡在這邊 下一個前置水晶喔 對 最主要是這個水晶 其實就算最後不傳兵 你的搶三框我也會發現 對對對 還是可以做一個偵查 對 那現在這個部隊 從旁邊繞進來 我們看到其實 雙框的經濟真的有落差喔 工兵量目前是 哇 32比14啊 對 拉出了大量 我們看到工作單位 33比15了 他剛剛幾乎拉了4分之3到3分之2 就是巴球拉了非常大量的太空工程車 那打不下來 基本上已經是 他應該有沒有 也沒有辦法下碉堡 因為其實錢也不夠 然後坦克只剩一台 基本上開盾 然後不朽的出出一下 基本上就帶走了 對 那這邊的話要硬扛喔 直接上樓梯了 好的 巴球應該要打GG囉 先把門口建築物先拆掉 去 哇 部隊還沒死光就已經 對 因為他知道 自知沒辦法了 打不下來 這樣單框一波打雙框開的神組 打不下來就是輸了喔 對 哇 我們恭喜這個 方妮這邊先替我們一守大學 拿下了第一分啦 對 那等於現在是一守大學 就出場然後比賽就結束了這個情況 對 那這樣子第三位選手就會 感覺比較難過一點 然後還特別提一下 因為一守大學 如果沒有記錯是在高雄 所以特地從高雄上來打比賽 相信也是有那種 相當大的一個決心喔 對 這應該是真的還蠻 因為我看到咪嚕那時候 還在我們一守大學 恩全面講說 這幾號要到台北來 有沒有人可以接記他 接記他 沒有啦 就是也有 那時候你已經知道他是男生了嗎 還是以為咪嚕是個女生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不管他是男生 你不影響我 所以第一時間就伸出原手 對 馬上伸出原手 沒有伸出原圓的手 沒有 因為太忙了 所以沒辦法 太忙了 因為你家中已經有其他人在做 你想太多 九妹不要那麼早 把我們統計的事情講出來 哇 激情四色這樣講錯了 其實我們今天是一起出門 對 好 第二場比賽是由 好 是由 陽明大學的都督龍 都督龍 好可愛的名字 對上的是Miru Rush Miru Rush 對 那 都督龍 我有看錯嗎 他選隨機是真的還假的 難道隨機 對 Miru這邊也開始 你說 蛤 你是隨機喔 那我準備了 一百多種開局的用到 對 這都選擇人類了 人類了 好 那既然對方選擇人類 那我這邊戰術選擇就 少一點 少一點 對 我們要講 九十幾種開局 九十幾種開局 對 稍微少一些些 對 少一點 還是可以用 人類內戰 那地圖是安提卡船場 這張圖的話 前面還是可以打一個 深化或是半機械化 但是到中後期 如果有打到中後期的話 可能還是變成一個 正面戰的局勢 對 因為人打人到最後 還是比較會常見的就是 真的要直接帶走對方 真的還是要正面直接 對 把對方橫掃掉 對 好 好 介紹一下點位 在畫面中 十二點鐘方向的 紅色人類選手 Milu Rush 那對上的呢 則是在六點鐘方向的 藍色人類選手 都督龍 那都督龍代表的是 陽明大學的第二棒 Milu Rush代表的是 一手大學的第二棒 那目前一手大學 已經1比0的聽牌了 對 這邊講到一手大學 就一定要再特別提一下 我們今年的台湾Open 在七月的時候 我們今年的台湾區總決 我們貼手總決賽 是在陽明 是在一手大學區 喔 要遠移駕到高雄去喔 對 所以到時候 Joman也要勞煩您 對 就是下來一下 勞煩我 我是拉木斯 我跑超快的 OK的 OK的是不是 你一下就POP 一下就到了 好 沒錯 對 你剛剛講到拉木斯 你是拉木斯 不是聖 我剛剛已經講說是聖 整個大是可以保護我 為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來講的是LL的英雄 那我們剛剛上午有轉播 UESG LL的項目 英雄聯盟的比賽 對 那拉木斯跟聖 都是知名的坦克 角色 但是都會被BAN掉 上午的比賽有一場 聖就被BAN掉了 真的喔 對 聖實在太強了 不知道是不是 他名字取得很好的關係 對 對 在台灣只要取這個名字 聽說就會贏 聽說勝率就破八成 對 好 這邊喔 好 回來 回到我們比賽 那公平來做一個偵查 那現在 這個Mewbush 應該是有研究過這張地圖 貼掃地圖是 直接尋對點就好了 而且中間沒有黃金礦 對 其實TESL有黃金礦的地圖 只剩下雙界了嘛 對 只剩下雙界 而且那個是最邊邊的 對 那個也很難開 你開了戰線整個被拉長 對 上次的灰開就悲劇了 對 陣線整個被拉長 對 是比較難守一些些的 雙方這邊都還是做一個 獨口開局 家裡面還是可以潘科技 我們看他早期會不會出現 二郎或是女藥的這個騷擾 對 兩邊都放了瓦斯場 那都是一個潘科技的開局 那接下來就看 雙方怎麼樣發揮了 其實也都偵查到對方了 那現在 我在想畢竟是都打BO1啦 雙方的打法還是比較保守 不敢說太營運 二況開太早 要小心啦 因為畢竟BO1的比賽 像剛剛其實八球就打了 就使用了一場 算是 一波流 對 就是假開礦然後 真一波的一個打法 那房間這邊雖然有發現 其實還是守得非常非常驚險 對 所以真的要留意一下 那這個都督龍版 工兵藏在了八點鐘 有可能是要做二次偵查 但是有時候我們也會選擇 在那邊放一些建築物 對 如果在那 不過他這邊應該是 他可能不知道有些 對 你看都督龍的視角 現在還不知道 咪嚕在左上角 對 他右上左下都尋了 對 他其實還沒有做第一次偵查 對 好 現在要努力的爬 雙方的這一個軍工廠的 科技線是差不多的 對 時間差不多 但是放了第二個瓦斯的是 我們的都督龍 對 都督龍 所以放了二瓦的話 都督龍待會兒還是有可能 直接接女妖 那咪嚕這邊就稍微經濟一點 對 這是單兵 我們剛剛看到掛的是反應爐 那現在工兵到了 好 看到了 他有沒有看到咪嚕掛的是反應爐 應該稍微點一下 應該有稍微瞄一下 不然如果我們上去看一下 因為那個其實蠻關鍵的 嗯 非常關鍵 咪嚕這邊還是先升一點二郎 然後這個時候才開一下二瓦 對 也放二瓦 並且放下了飛機場 兩邊也都放 雙方都還是走一個彎彎彎的開局 所以還是先盤一下科技 做一點前壓 然後前壓的過程當中 再來評估什麼時候 通常應該前壓的時候 二瓦就會在家裡面看下來 對 有時候一般來講 我們女妖出門前 通常可能會放在二瓦 這樣是比較 算是比較保守 就算我們沒有賺到 女妖沒有賺到也不是虧太大 對 因為其實你人類內戰 尤其是又是這種對點 你要一波打死對手是比較難的 對 那安提卡這張地圖 因為本身的腹地很狹窄 通常一個掃描就可以看光你家裡 對 對 所以其實這張地圖 出女妖是很容易被對方偵察到的 那其實就要來看喔 嘟嘟龍這一邊 四身這個坦克加上陸戰隊 那咪嚕這一邊是不是要走一個 八槍三火的一個戰術 感覺應該是喔 現在在出醫療艇還有二郎 對 咪嚕這一邊要做一個接力空投 對 那就要來看 有了 三火已經出來了 不過嘟嘟龍這個時候補了一隻圍巾 如果這隻圍巾能夠抓到咪嚕的醫療艇 那效果還不錯 對 其實只要打掉 就是只要揍那隻醫療艇 他就沒有辦法接力空投 那其實第一批空投上來的部隊 家裡要守住並不難啊 對 所以 但是那個農務區 沒有開示角 農務區沒有放建築物 這會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地方 沒有放一個附近戰 欸欸欸欸欸欸 出門我已經出去了 說好的走 不過很開心啊 因為我已經出門現在在裡面 還升級了 不對 坦克 這個坦克要掌揚 機槍兵 這邊操作還是要特別小心 第二個坦克他出來了 空壁他出來了 二郎被點掉 那應該是可以守住 對 應該是沒有問題 看坦克打掉第一隻 欸 再走 喔 這個圍巾應該是可以狙擊掉 哇 機槍兵放起來 讓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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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就好了 你讓他走吧 剛剛醫療體如果這樣講是有用 對 因為機槍兵把它打不到 機槍兵走了 好啦 機槍兵可以繞跑 好 那現在雙方都簡單 一個邊做前壓 一邊是還算守住啦 我們看看雙方有沒有要來開礦 兩邊都出了坦克喔 那一樣都在出圍巾 對 身邊咪嚕也開始在轉 比較正統的坦克加圍巾的 這種機械化的正面部隊 對 剛剛還看到一個流星化過 是礦爐 是礦爐 趕快許願 我要280塊 快給我 馬上會成真 馬上成真了 好 這一邊都都龍 單坦克少量陸戰隊少量 哇 都少量啦 然後就出門 但是咪嚕的圍巾多一台喔 而且有一個家中的 在家中的一個優勢 所以圍巾也會補得比較快 對 但是如果中間被攔截 這不是鬧著玩的喔 現在這些部隊中間被攔截掉 家裡很可能 對 直接會被封住斜破口 你就不用開惡礦 咪嚕還是要小心 先架起來了 這樣都都龍就要小心了 半路相會啊 哇 因為圍巾的數量 導致滯空權是在咪嚕這邊的 對 而且對方已經先架好了 你也沒有辦法 重點是先架 對 這邊只能 可能退守 中間這邊 然後自己在那邊看他不要開礦 這應該只能先退守 那到底現在兩邊 還沒有開礦的打算 雙方都還沒有 有 剛講完嘟嘟龍就下二方 他可能知道這個錢壓 不會有太大效果 選擇在那邊放二礦 那咪嚕這邊也有錢 我們看看咪嚕 會不會也選擇他開礦 因為其實 雙方的錢目前資源 都有400多左右 對 而且反正都卡人口了 不如趕快 雙方剛剛都卡人口 對 不過咪嚕的圍巾是越來越多 打一個正統機械的話 圍巾數量也很重要 對 如果我們要打正統傳統機械的話 圍巾數量 坦克數量其實是最主要的 對 但是其實這樣會比較缺瓦斯 而且沒有什麼機動性 對 這個純機械部隊最大的缺點在於 機動性非常的差 對 那這邊就要來看 不過其實他的圍巾戰艦 因為他的機槍兵其實也不少 對 而且現在還在持續出他的機槍兵 他目前是 咪嚕這邊目前是五台圍巾 三台坦克 那獨獨龍是三台坦克 但是沒有任何的圍巾 所以在滯空拳上面完全是 在咪嚕這邊掌握了滯空拳 而且咪嚕這邊 真的你看他身材列吧 都沒有補這一個二礦 這邊真的是單礦繼續補兵 要繼續打了 對 可是純圍巾戰機 配合坦克 配合機槍兵的一波公司 其實在人打人的時候 如果你要單礦硬拗的話 其實有點難 對 我覺得也很難 對 老實講 因為對方坦克架起來 你單礦的兵量 不可能比對手多太多 所以這邊雷達掃描 看到對方二礦 那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也要有 我覺得他還是會想要做前壓 因為他自己二礦晚了 他還是會想要前壓一下 那看狀況怎麼樣才來開礦 因為他真的已經補兵補了一段時間 可是你看 都督龍他沒有繼續 他也有繼續補兵 而且開礦 現在其實人口數還是持平 都是82對82的人口數 對 人口數還是持平 人口數持平就表示其實打不下來 對 對 人口數持平基本上 是不太可能打得下來 除非嘟嘟龍這邊有很大的失誤 而且這件事情都架在中間 對啊 瞭望台還是有很 這張圖就一個瞭望台 中間是兵家必正之地 坦克一架起來 看看咪路 真的假設要前壓 可能也要繞路 對 重點是我們其實架了 這個很聰明就是 我沒有滯空權沒關係 可是我們架在瞭望台 對對對 沒有滯空權我一樣看得到你 基本上這一張圖 我覺得這張圖不管什麼種族對抗 中間都 中間瞭望台是非常重要的 我感覺明武沒有要開礦 他到目前為止 真的不開礦那沒前途 對 他完全不打算開礦 那現在這個一個 這樣子鐵 這樣鐵頭的硬歸硬爆單礦的兵 其實 真的是有點困難 對 你看這樣再拖到 現在12分50秒嘛 大概13 14分 嘟嘟龍 只要嘟嘟龍的這個生兵的建築物 再補一點 他這個經濟整個上來之後 人口水就會開始領先 對 甚至這時候再轉圍巾 因為錢比較多的關係 對 我們圍巾上去 甚至後來巨張都可以 當然現在選擇的是 醫療艇為主 醫療艇為主的一個技術組合 在純生化部隊裡面 是比較常見 對 他如果操作 如果都東往這邊操作不錯 他甚至可以策劃 用醫療艇的空頭 抓圍巾不在的時候 來破坦克陣 對 但是現在要看 這幾隻 其實這樣先前部隊 繞旁邊 有沒有醫療艇來做接技呢 對 沒有 而且他也沒成打針 嗯 沒有打針 迷魯這邊因為是單框喔 沒有打針 但其實戰略價值是稍微低一些的 不過都東往二框 有沒有防守兵力 哎 剛好沒有 麻煩的建築物 像都東往中間 可能背包分一波波 來做防守喔 看家裡面 因為純七隻機箱兵 老實講我們拉工兵 對 還是有機會 產出的機箱兵 這樣手術其實也並不困 我覺得都東往不能被騙 他如果被騙 中間坦克都收的話 那就可惜了 對方就會趁這個收 好 都東往沒收 對 他也知道這家裡面 其實這樣子想就好了 對 這樣子 可是 哇 講著講著 想繞路 他來救個兵人 欸欸欸 對啊 我繞路嗎 這邊是咪魯要繞路嗎 都東往都沒有 都東往都沒有 有沒有發現沒有 都東往沒看到啊 有沒有分兵回來回救呢 各位觀眾 哎呀 這一波二框會很危險 哇 直接來 整個繞路沒看到 這實在是 這有點糗 哎呀 怎麼沒看到呢 這沒看到 要坦克一架起來 二框幾乎就沒了 對 這一個台 而且這個基本上 因為兵力還沒有成型 所以回家守 也守不了 這變成一定要換家了 怎麼要換啊 換家的情況 這邊有圍巾戰機 有優勢 對 那既然就是咪魯優勢了 因為你飛起來 我們還是打爆 飛起來就很開心了 對 但現在這個狀況 哎呀 哇 這直接是一個 本來中間的控圖 全都在手上 好選擇還是換家 但是剛剛說不定提到了 你一換家有圍巾 那方圈就有優勢 我看他目前圍巾數量 咪魯圍巾七台 那杜杜龍一台圍巾都沒有啊 對 這個飛起來換家的是 咪魯可以走的 對對對 但是現在杜龍走不掉 因為基本上你要飛起來 我就直接把你主堡打掉 咪魯現在你可以開始果斷 兩個主堡飄起來 然後飛各自東南 這樣子不同的方向飛 對 這一定選擇飛了齁 那這一個 我這一個的繞路 繞得相當不錯 最主要還是 杜杜龍這邊的偵察度 怎麼會被繞呢 真的不要不夠到位 對 這一邊 因為其實你中間掌握了 當然右邊還是有陰影 但是通常 有一定意識的人類玩 欸 杜杜龍 剛剛那邊的操作有食物 這一邊整個 杜杜龍的陸戰隊都被包掉了 看到所有的機槍兵去把 一兩台坦克換掉了 對 這個食物非常亮 現在只剩下坦克在那邊 還有幾台醫療艇表示 但是我可以載你 但是不能修你 對 有可以修他在後面 在那邊換寡司場 唉呀 這邊小心硬駕 硬駕是還好 哇 駕起來完了 但是SCP全部晉升了 哇 咪嚕這邊幾乎是 哇 咪嚕贏了 這邊等於說幾乎是穩贏了吧 哇 如果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 還有工兵修 但是我們要部隊一樣 但是咪嚕的正面非常的多 而且咪嚕的 雙方的主堡都有逃走 對 雙方的主堡都逃走了 但是 但是 剛剛一說 我們雖然維基沒有藍牙 這張部堡都逃走 一如 嘟嘟龍這邊地面部隊現在不夠 就五隻坦克 少量的 開個風塵車 欸 不過嘟嘟龍還有一千多塊啦 我們還有一千多塊 把他換掉了四槍沒有 有大概二十幾 對 然後他可以下三個 哇 這邊出女妖很聰明齁 女妖如果出出來的話 他就接近無敵 對 果然 但是沒有辦法出出來 不過其實往旁邊飛再出也沒有問題 往旁邊飛再出就好了 反正我有瓦斯啊 現在他已經卡很口的問題齁 趕快放下來 這個人類換家就是要抓時間點 趕快轉一隻女妖出來 如果他現在 嘟嘟龍沒有陸戰隊的狀況 現在你要是 根本是無敵的 對 而且咪嚕他的空姿也是支空 對 但這邊 所以嘟嘟龍雖然現在 逃了一台 逃了一個星軌出來 但是基本上 只要一被這一個 圍巾抓到基本上可能就 比賽就要結束了 對 圍巾加坦克 那現在 剛剛那個失誤其實真的非常要命 因為其實老實講 中間的部隊 其實咪嚕也沒有說特別優勢 可是 嘟嘟龍把所有的基障面拿 就換掉那一點點的坦克 被包掉 太可惡了 太可惡了 坦克架起來又被公兵 公兵一偶而上 又爆了好幾回 但是跟坦 剛剛嘟嘟龍是 他的陸戰隊跟坦克是脫節 脫節了 對啊 那個陣型實在是有點悲劇 不過現在 咪嚕翔專女 不過 咪嚕卡那個卡超大 不過其實這邊卡很可 因為這一波部隊如果我們 操作得當 應該是直接可以推下去 這邊圍巾抓一下 這個數量有點 其實有落差 對 坦克架起來 自攻拳牆 本來就是他的 先把醫療體重拒擊掉 根本無法防守啊 這樣子的話 又有滋空拳 等於說你必須要留雷達掃描 一直掃一直掃 掃不停 比賽已經在倒數了 咪嚕的坦克一架起來 比賽就結束了 直接進來了 好 哇 打點點點 真的 我以為是去 去 哇 最後一手大學 還沒跳還沒跳 難道是想要看 我們自己先跳嗎 應該是 哇 這個還是看一下自己的命力 最後一面 好 那恭喜一手大學 第二條迷路獲得勝利 最後呢 一手大學就以2比0 直落2的成績 晉級了 明天星海爭霸部分的決賽 對 一手大學這邊是2比0 就直落2結束 那也很遺憾 因為楊明大學這邊 我正答案介紹他們 有另外一位相當不錯的 重駐選手 對 實力也是相當相當不錯的 甚至是我覺得 最強的 應該是楊明裡面最強的 應該是楊明大學的主將 那當然主將就是第三棒 但是很遺憾 我們叫先鋒和中鋒 沒有扛起來的前鋒戰 對 我們的主將啊 就只能 壯志未仇生先死 對 就只能心探啦 非常非常遺憾 不過還是 選手表現還是相當相當不錯 尤其是剛剛那一場 在我們 一致認為嘟嘟龍 又有優勢的情況之下 竟然來一個翻盤 對 主要是右邊那一個 咪嚕那一個 從右邊繞過去 沒看到太傷了 對 那邊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關鍵 真的 大家要留意 如果我們要選擇 封中鑑搶晃 經濟優勢的情況之下 請務必要記得偵察座 對對對 你在那邊放點公兵 放一隻公兵 你放一隻公兵 放一隻陸戰隊都好 對 那個真的非常可惜 不過比賽還是相當經常 有輸有儀 一手大學 晉級那楊明大學 就要去成季軍了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場比賽是由 交通大學對上是我們的四星大學 四星大學的陣容非常非常強大 大家不要坐下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回來了